倫敦 议会大厦附近受到恐怖袭击 四人遇难 另有40人受伤 具体细节还尚未透露 但是相信只有一位袭击者 袭击者开车驶过威斯敏斯特大桥 撞向行人 之后 这辆车撞到议会大厦附近外的栏杆 袭击者手持一把刀试图进入大厦 刺伤了一名警察 不幸的是 后来这名警察牺牲了 随后袭击者被警察击毙 到目前为止 这名警察的身份已经得到了确认 他是来自于议会及外交保护指挥部的48岁警员 基斯·帕尔默 他已经服役了15年 是一位丈夫及父亲 一名40岁的女性和一名50岁的男性在被撞后身亡 另外一名女性在坠入泰晤士河后得到了紧急医疗救治 袭击者的身份尚未公布 但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有7人在伦敦 文明汉等地的6个不同的地方被捕 中国首相特雷沙梅昨天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了全国讲话 激励人们坚持下去 明天早上国会将会正常进行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团结在一起 伦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到访这个伟大城市的人们都会正常起床 过正常的一天 他们将会登上火车 离开酒店 走出街道 他们将会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们将会一起前进 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杜格斯沛电视将会和受到袭击影响的人站在一起 明镜与点点栏目